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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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嗦夫十分钟》 郭超 如果各位观众有看我们几个月前的节目 我们其中一集都讲到关于本地楼的走势 当时我们分析过 似乎香港楼下行趋势是比较大一些 几个月之后都见到现在的楼市都是比较倾向下行的方向 很明显 老实说你不减减到对上一个市价 下跌10%你基本上是出不了货 希望之前有看的观众有所得益 另外我们讲过本地楼有讲过可爱楼 当时讲可爱楼的投资价值 又提过大家一件事是什么呢 除了你要买一线城市的地区之外 最重要是要留意汇价 没错 因为其实你在赌内汇 现在好像有众 因为跌20%有些国家的汇率 所以看我们这个节目 对你来说很有价值 不要打算放弃10分钟 很认真 大家有认真去看的话 你会代到不少钱 你今天想谈什么话题呢 真是真是惨 说到海外楼又怕涉回价 本地楼又说向下人趋势 如果我这么幸运 现在有钱在手 我经常听一些专家面说 别人恐惧是由我贪囊 如果我现在还有钱在手 我应该投资本地楼还是海外楼 还是两样都不好选呢 你经常都不幸运 有钱那方面 我全都是假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 我们逐一部分说 先讲讲香港楼 香港现在最大事 就是人才流失的问题很严重 刚才开场之前 也有跟你谈过 你也说身边有超过10位朋友 离开了香港移民 我自己身边也不少 我有一次在一个活动 我听到我自己的课 在座有70人左右 我叫人有多少朋友 是有超过5位身边的朋友 离开了香港不回来的 全场举授 我觉得这件事都挺激 通常都是我们这些年纪 我们这些年纪 通常有小朋友 可能有老人家 通常都是为了小朋友 或者是自己的 某一些的看法 就离开了 那楼是别人住的 习近平说过 那么多人走了 这班人走了 他一定会卖楼 因为他移民 就算他不卖所有的楼 都一定有自己投资的部分的楼 会卖出来 最多是自己自住的那间 或者有什么事 我会回流的 就是说很多市场上会出现供应 这件事都反映了 为什么说之前都挺肯定 跌势是已成的 但是也都免得说到 好像引起恐慌 我想大家懂得看的话 你听得明白 因为你楼 那些人卖出去 那谁来去收拾这些楼 还有你现在说的 香港楼是全世界最贵的 现在跌了20% 正如刚才所说 你现在的开价 是要给之前的成交价 再下10% 你才能够引起 那些买家的兴趣 啟楼的易用 没错 因为问题就是说 香港人有一帮人 他还是有一个财富效应 但是 财富效应这帮人 究竟走了多少呢 我们没有一个统计的数据 但是刚才所说 你的香港楼这么贵 那就是要有一帮财富的人 我还未财富 你落到我一个财富的价 再加上你现在的市差 给你去买楼你都会劈价 那我当然再劈低一点 有机会买得越便宜越好 在买家的心态来说 那会跌着的 所以理论上的事情是 再加上现在香港 就是说很多的企业流出 当然现在我们香港有个好处 就是说 有点好消息就是我们对外 开始慢慢慢慢通关 那究竟这件事又有多大的影响呢 那暂时我就见到就是说 好像这件事是引起香港人 困了两三年去旅行的意欲 多过外面的企业入回来香港 所以还有就是说企业流走 企业流走即是说很多工作的机会会流失 很多人走了 亦都你看到机场 货货柜码头 游轮码头 都是水淨河飞 那你机场都是 怎么说 现在叫做旺远一点 因为你始终都会 那些人去旅行 但是有一些 譬如说航空书楼 过不过来香港转机 这一件事 可能有机会是不可逆转的 因为正如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以前的企业在这里转机 在这里做中转港 在这里做总部 但是当我去衡量这一件事 而离开了 它不只是衡量你的防疫 它会衡量你未来的政治风险 这个地方的法治 这个地方的资金流动 这个地方未来的经济状况 有没有人才 各方面的衡量 它才会再选择 离不离开 一离开了 就正如我们以前拍拖 没了个女朋友 最初当然很不惯 但是当我找到一个新的时候 你未必那么想会找回以前那个 那件事为什么不可逆转呢 就是说 当别人有一个replacement 去选择一个新的地方 建立总部的时候 它很难会回到这里建立总部 所以这件事相对来说 是比较难搞一些 香港楼 还有面对一个 真是不能停下来的加息周期 这个也是另一个问题 港楼就面对这么多问题 那海外楼呢 海外楼真是很明显 现在出现的状况是什么呢 你有机会的话 就可能是赚楼加低 市汇税 嗯 怎么办呢 海外楼呢 其实我三个月前都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赢了也说输 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就是说 澳洲啊 英国啊 那时候的楼盘 哇 升了十几个百分比 很好啊 但是那时候刚刚开始 一个美国的加息周期开始 而你美金开始上升的话 而全球货币如果不是的话呢 一定是跌的 那现在到 由美金加息到现在为止呢 英镑大概跌了24.5% 日元大概跌了22% 欧元大概跌了16% 欧元大概跌了15% 人仔都差不多跌了12% 那你如果你在买海外楼的话 我先不要管楼价 你只是看汇率 其实你已经输了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最惨的一样东西就是说 我之前在你的影片也有跟你提过 就是说 我们买海外楼呢 设计full pay full pay的原理就是说 你完全跟你买外汇一样 你持续那只的货币 那除非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我移民的了 我不回来的了 我在澳洲 我赚澳洲钱 我以后都不会换回港币 我以后都不会再转到别的地方 我在这里中老 这样对你没什么影响 你最多都是那边的 你澳洲子跌 可能你会引起通胀 这样就没什么影响 但是原来你刚移民去那边 其实你 不太知道自己住不住得下 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机会回流 不太确定自己的钱 会不会对回到美金或者港元的话 其实如果你full pay 你再过多如是指一 美元的购价值周期 可能你不要计算楼价的升还是跌 你都平手买楼走 可能你计算很多的洗费 雜费 当地的税项 你买楼走 平手走也好 你都可以输三成就 再加上就是讨论一下楼价 楼价其实连美国自己很多的州份 都跌十几个百分之二十个百分之不等 因为以往是印钱 印钱就会令到楼市浸起了 现在收水加息 你知美国人其实都是 先洗迷来为全的 他那个家案自己的楼 拿钱出来洗的比率 已经是去到零八金融海市的水平了 所以现在一加息来说 对他们来说 由三厘几变到五厘几 在几个月之内 他们很大压力 所以就很多抛售的楼 美国本身已经跌十几百分之 其实美国引起全球的经济衰退 很多分析家都已经认为 下年年头 将会进入一个很明显的衰退周期 就算是英国 英国过往说 好像曼城 香港人最多就去 升了十几百分之 但其实曼城本身 是没有什么经济的支柱 没有什么产业 没有什么赚到外汇的资本 除了一对球之外 以往零八金融海啸之后 印钱其实也不是怎么涨 这次涨就真的涨气氛 涨的供应不足 还有涨香港的移民潮 未来预测会下跌十几百分之 英镑已经跌了二十几百分之 如果楼价 我当你蒸发之前十几百分之的升幅 其实又会变回和 澳洲那边未来预测会下跌十几百分之 日本楼现在比较少 早几年也很流行 日本楼上升了很多 据我所知 未来日本经济下行 它也是有机会出现 因为日本央行都干预日元 这样跌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未来老实说 可能有机会颠覆了我们以往 那个传统的思维 有钱又怎样 买楼 香港买不到 买海外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 是你拿楼 输的机会 无论是香港 只是海外 都是大的 我听你这么说 现在投资楼市真的不吸引 刚才你又说到 关于一些加息的问题 难道我现在真的要拿着够钱 然后走去做定期 都不出奇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防守的时刻 首先你会转了它做美元资产 就稳定一点 第二就是说 可能你美元放定期 因为现在加息 三四厘 或者我自己来说 我就会保持一些美元资产 和一些比较高息的 property的投资 这些就会辞形保财 最重要是保住 顶住通胀 然后有机会再出击 就是在这个逆境当中 资产上记住要磁形状态 好 谢谢葛昭 如果你们都喜欢这条片 就记得like comment 和share 还要记得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还要按下旁边的小铃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了